由于出水金像市的商船原名 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于是考古学家 就将其命名为 南海一号宋代沉船 1987年 广州旧捞局和英国的商业打了公司 合作寻找东印度公司的沉船时 意外发现了一条沉没了 800多年的中国古船 当时打捞出包括金像市 在内的一批珍贵的文物 可以说是实证了 南宋时期海洋贸易的繁荣 宋代海商贸易 未然成风 地润丰厚和政府鼓励 导致海山人数击增 不止沿海农负离负 即使被民营禁止 参与出海贩易的 国武官员已占一定比例 目前从南海一号清理出土的 铜钱的数量 已经超过一万五千多枚 因为宋代铜钱铸造量大 而且铸造精美 避值稳定 在东北亚 东南亚地区 均可流通 因此宋代铜钱的外流 十分严重 甚至造成了自己 出现钱荒的问题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设备 都会先进 这也是宋代海外贸易 发达的关键条件之一 宋人海包指南针 运营于航海 逐渐摆脱了 完全依靠前行术 和辨别机包特征导航的局限 可以进行远海航行